看待人第一个招馆 多亏队友们也看到这一家馆是露萌嘛 根据以往的经验 我们现在应该珍惜队友给我们装取的机会批命修机啊 但想要征服这个电机好像没有那么容易啊 算了 还是开完学区的队友 理想总是美好的 但队友的上一位置看上去要比我们想象中的还原 那就来个超远距离标策 在半学前看的队友是美好了 能看到监管就在树旁边 想没浪费球 就拐个挖上这棵树的债务 完美 这也在还没到半学赶紧就热 虽然这次飙车我们用了将近一整颗球 但长时间眩阴能让队友安全转点就不快 流流了 原本还想要在监管逼江之路上堵他一下 先活力好好对我逃掉 但 所以他是什么时候过去的 对方进去忙着找得咬 那我们也别闲着 现在就盘旁边的电键 也没办法接护我们就老老师的修街 其实看的员被送到离我们罕见的椅子上 正因为进 进水楼台仙得月的我们也得到了江港的偏爱 路头开始甩起钩子阻碍我们修街 那对方突然回去肯定是发现想要救人的队友 神魄在扛下一道后 看的员被救了下来 现在对方肯定会继续追刚刚上过移的队友 那队友受伤后也带着薄命 用尽自己最后一口气赶来修街 最后倒地 眼中中放弃快被修完电机那人心啊 又是两人趁对方做看的员上瘾这段时间 开始合力盘起这台遗产机 但好像也没那么容易啊 了流啦 随着第四台电机被盘开 对方一定会死守这台遗产机啊 那将是队友们去盘另一台 但怎么才能让队友们毫无顾虑的把另一台电机盘开呢 答案很简单 我们都是老人明会暴露嘛 对方肯定会防守我们修机坚守在这儿 那反过来就利用这点 就在这儿飞去陷入对方 让他寸步不敢离开这儿 谢谢大家 走 无关还有这么远 然后我们又进了医院 保证的安全距离 好人都有直接开机 被追路上看到了小特同学 那和队友相比 我们变得毫无吸引力 去看他们 别看小特同学倒地 再上以后依然用娃娃开门 为我们做工钱 最后以平均介绍一些 再见